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好多人比如说请了佛像 还有佛珠 他们也想去就是加持开光 这个是有必要吗 有必要 比如说我们请了一个佛像 请了一个佛像的话 佛像没有被开光的话 虽然这个佛像就是向佛的身体 但是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物质而已 比如说有可能是泥巴 有可能是石膏 有可能是通经书这样子的 它本身是没有什么功德了 这是它的这种央视 就是像佛的身体 开光是什么意思 开光是密法里面经常就讲开光 开光是通过做开光的人的禅定的力量 然后他观想佛菩萨 然后比如说这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像的话 那么他通过他的禅定的力量 从西方极乐世界迎亲阿弥陀佛的化身 然后就融入在佛像上面 然后佛像从此以后 表面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还是过去的那样子 但是它的内涵就不一样 如果没有这东西的话 这是一个艺术品一样 所以不是很大的意义 那么从西方极乐世界 或者是从某一个佛的插图迎亲了这个佛 融入了这个佛像 跟这个佛像是无而无别 那这样子的话 这佛像就更加的有意义 更加的有加持 那开光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那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这个开光 其实它是引起一种能量 就是融入这一尊佛像 是这个意思 可以这么理解 对